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路 我把罗德麦和有线麦合二为一 结果据说 嗯 好像掉下来了 据说这个效果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昨天的那个短视频的音频效果就不错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我们今天再试一把 好吧 那么我们开始 我看到一幅对联 可以说对今天大陆的状态是一个总结 上年是封城不管饭 下年是解封不管药 横批 制度优越 另一个对联是 上年始于两个亲自 下年终于两手一谈 横批 收放制度 我觉得应该再加一句千古一地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知道中国人的料性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邻国 日本 所以日本呢 决定从本月三十号 嗯 就是后天 元南前的两天 元南前的两天 开始 对所有来自中国 和七日内有中国逗留史的路径旅客进行 弱地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 若检测结果阳性 则通过专用车辆送至酒店等设施隔离 有症状者隔离七天 无症状者隔离五天 并对所有感染者感染的病毒进行基因序列分析 我看到一个消息说 日本已经测出来 路径的改善者 有新的病毒血量 跟奥米克罗是不一样的 更加接近武汉的原始的渡住 此外 对来往中国内地和港澳的航班 只可使用东京成田 雨田大阪关西和明古中部机场 并限制增加和盘数 我觉得这个举措是有效的 我希望欧盟能跟上 但是中国的卫健委继续折腾 联防联控机制 在本月26号 昨天印发一类一管后 疫情监测方案 检测方案 提名为重点人群机构藏所防控指引 个人防护指南和防控培训方案等 各地依托全国流感监测 网络少点医院 注意 他把它规建于流感了 每日统计门疾 门急诊和住院患者人数 急性发热呼吸道症状人数 核酸检测数和阳性数 抗原检测数和阳性数 按照流感监测网络流程上报 并按中极控的要求序列上传 省会城市选择城区 若干中学和小学 在校学生对在校学生每日开展 发热干咳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监测 有条件的城市探索布点 裁检污水处理厂污水样本 并对阳性样本测序 阳绕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 每周二次全员筛检 外来人员进入 须持48小时 核酸阴性并现场做抗原 场所内出现感染者 既开展圈核酸 疫情严重时 短期可以采取推行大型活动 限制堂食等减少人群聚集的措施 我不知道下个月是过农历春年 农历的春节 我不知道中共会不会继续 大红大紫来唱这个春节两晚晚会 我不懂 这套东西 现在拿出来我觉得已经 唯一是已晚 因为现在确实 疫情已经全部失控了 他就是改一种知识 认为这不叫新冠 叫流感 我有点觉得 中国人太聪明了 中共太智慧了 这边有一个消息是海关 还有这个 护照出路径 大厅终于开放了 有一个消息 等待三年就在刚刚 26号 海外华人终于回国 终于不用隔离了 落地就能回家 国家卫健也应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医内医管的总体方案 就是刚才读的 方案提及 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冠肺炎的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 届时取消路径核酸检测要求 入境者不用再进行集中隔离 一不用再判定新冠病毒感染的密切接触者 那你这三年在干什么 我搞不懂 我觉得下面这个就是一个反讽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发表署名文章称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而不是打破现状力量的扩张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 发表题为中国的世界观的署名文章 称中国以人类命令共同体为世界观 意味着中国选择走改革开放 合作共赢和和平发展道路 我想说一下 光是你中国病毒就折腾世界三年 一波未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马上又要大难临头了 比如 我找一下德国资深发布的一个信息 在这 世界报刊评指出 在疫情早期 德国出现了一些混乱 但和中国如今乱象相比 德国依然称得上优等生 难得一字报 则担心中国汹涌的一波疫情 新一波疫情会 酝酿出危险的新病毒变种来 而日本已经测到了 不是会 已经落实了 而北京又一次玩肉数据的做法 则让全世界面临疫情 从头再来一遍的风险 他这边说德国依然称得上优等生 我觉得荷兰称得上优等生了 我觉得荷兰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除了一些有基础病的老人 因为呼吸到肺部感染 迷失 其他的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 整个卫生部分做得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到位 但是我想早一点跟中国 断掉这个护航 尤其欧盟做一个整体 意大利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因为中国人是不可信任的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 都是关于死亡人数和这个殡葬的 可以说现在殡葬业比较挤兑 冰藏月举的就是死的人特别多 北京市委书记说千万百计降低病亡率 但问题是你党书记可以搞阶级斗争 搞政治迫害 病毒听你的吗 书记 也搞笑 国家卫政委说 26号了 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进一步优化 复工复产 商务留学探亲 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排 提供相应签证便利 逐步恢复水入入入口岸客运出入境 不像死的就看回去 根据国际疫情形式和各方面服务保障人力 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我估计大部分国家都知道你怎么厉害了 还能让你进来 好 下一个呢 是我看到了一个内部学习的一个幻灯片 上面写的 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据说是中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院的 我只想评价一句 传福音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这就是他妈天朝教授及专家 他的培训课程 所以那个中科院医院是排队领和饭 多排一天 多带一天走 火发费呢 我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呢 是超过五万 但是这已经是过去时了 一个天过去了 我又看到了新的信息 上海抹病医院的货 花费最高 一条龙服务 报价八万 一个私立医院的病床 报价一点五万一夜 我想问的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连烧尸体都烧不起了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的 用自己的方法去把老人的遗体处理掉 放在院子里 用残火烧 这就是你这个 叫负责任的大股啊 哼 我在想什么呢 意大利12月14日平安夜 发文规定 近日起入境米兰机场的中国旅客 都必须在落泥后经营核酸检测 印度24日也宣布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的旅客 路径需要提交核酸报告 12月16日 韩国疾病管理厅宣布 将中国列入检疫 查检的重点国家名单 这次做的是对了啊 近期华为折叠屏手机出现 大面积粮品的问题 开始 然后开始一贯的满横操作 疯狂公关删帖 发律师喊 威胁自媒体人 为防止插屏被人看到 连商品链接都坏了 这就是华为的操作 对于全民闪电班的感染病毒后 中国防疫政策 做出了罕见的调整 对出入境取消了所有的限制 不再对路径人员实施隔离 也取消了 拜你护照的种种限制 并允许出境旅游 长达三年的封城隔离清零 病毒没有泛滥时 限制中国人出境 如今全民难以却放宽 出入境限制 这对于正在疫情恢复期的世界各国来说 是福音还是灾难 这不中国病毒吗 中国病毒原来是一种思想上的 行为上的病毒 现在就是活生生的 致命的病毒 下面是一个 北京东郊兵衣馆的红头文件 这个应该是真的 我特别请那些做图的看了 不是PS 是真的红头文件 紧急通知 各科室各部门各外协单位 为严肃工作纪律 现将有关要求 紧急通知录下 一严禁任何人接受任何媒体或组织的采访 二严禁任何人议认 解答或透露社管数据工作运行等情况 三严禁任何人拍摄编辑或以短信微信 邮箱微博等媒介形式 发送转发工作情况 如有违反严肃处理 北京市东郊兵衣馆 2022年12月19日 红头文件 我想这个应该是真的文件 好 但是呢 跟北京相比呢 上海做得更好 上海直接上了一张图 2022年12月23日 死亡人数零 七天平均值零 我有的时候在想笑 那个所有的上海话 在那个黄埔江边搭的那个 人的那个架子 在户外烧老人的遗体 一听就是上海话 你这边统计是谁 我个人觉得 真的天朝就是魔幻剧 真的眼睛说瞎话 我虽然想说呢 中国文化实际上是 反制反人类反文明的 都是各种狡辩 歪理自相矛盾的东西 他不求真 而且他也不求真 不求戏 他就要真一个浩强 真胜 君王的面子比 恶嫖满力重要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核 他跟这个理性的东西 操演的东西完全相反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 以前写的推特 道德完人和以人为胜的限定 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精神内核 也是东亚价值观的人理起点 在这种原则下 社会或家庭的权威 不但是世俗的权威 就是政治权威 而且是坚韧立法和裁决的 就是司法的绝对权威 掌管一切秩序 大地就是神 对社会有绝对的控制和话语权的独裁者 一旦精神错乱 便是异国的红卫兵或异和弹的奇妙警官 摧毁一切道义以价值 现在他直接就放毒了 直接就放毒了 好 下一个呢是 环球时报呼吸进主编的那一包子 标题是 美欧在混乱中搜尾2022年 我的个神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我觉得这个作为今天这个新闻的标题 我觉得最好 还有这样颠倒黑白的 唉 新加坡卫生部发布一个新闻 科兴疫苗接种者感染新万几率是 辉瑞的2.37倍 科兴疫苗接种者的重症率是 辉瑞的4.59倍 嗯 下面是八宝三的这个一个消息 嗯 说现在都是混着烧 什么 真他妈的 八宝三不会 郊区不好说 哎 那个刚才东叫兵疫馆 不 刚才检查小组说烧不过来了 都混着烧吧 操你妈 这就是他们兵疫馆内部的员工的消息 嗯 嗯 下一个问题是 总堂 李克强总理去来了 退友写了啊 您分控时期 清零分控时期 李四处考察调研 深入集成 关心疫情 北京民生问题 以及经济状况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你 行程所到之处 几乎不戴口罩 从 而躺平的姿态 深入人心 如今全国躺平疫情大爆发 医疗资源 濒临崩溃 百姓买不到退烧药 作为中央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却不见声音 谁能告诉我李中堂去哪了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回复 我说李先生就凭你这样的小戏白 也跟影帝抢戏 知道影帝是谁吧 前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这边是一个退友写的 朋友的姐夫开车送老爸去医院 七十岁 阳性发烧 医院不收 没办法 又开车回来 车刚到家 到楼下 发现老爸已经死在了车上 真真真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造谣的 对吧 朋友不要早已麻烦 刚才说了 上海市兵一晚 一条龙加起一条龙 已经高达人民币八万元 所以现在上海流行自行火化 省钱省市 但是你别忘了 火化了之后 你这个骨灰怎么处理啊 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买公墓了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骨灰 撒上了黄埔浆 想怎么来 撒入黄埔浆 撒入大海 要交环保费 不然不老撒 我认为中国人真的是 2022年就一个字 抢 抢完菜 抢药 抢完药 抢太平坚 抢活 过得不要太谢意啊 好 下面是一个小海人 他的名字叫 陈可杰 莫大的讽刺 生产中共病毒疫苗及特效药的辉瑞公司大佬 中国区负责人陈可杰 染上中国冠状病毒 在上海瑞京医院 尼氏 我不喜欢用挂疗啊 尼氏 十年三十多岁 比较年轻啊 更讽刺的是 这是这条三天前的网易新闻 现在居然被删 打开就是 404 不让咱们看到 还好有快照 我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位陈可杰 这个身材管理也太失败了吧 看上去有两个十万克耶 好 下面是 特有抱怨的 几家疫苗公司 足足可以生产十几亿人的 一人三四针的疫苗 几千家制药厂 却满足不了 一人一合的退烧药 中国的退烧药是全世界 给全世界供应的啊 别弄错了 疫苗比退烧药贵多了 不要钱 而且还给你钱 退烧药就十几块 就是买不到 为什么 看明白没有 就是要老年老百姓 的得病 因为养老金 养老问题 现在老年对于中共国来说 就是负担 我个人觉得 这是有一定道理 养老金亏空 老年人是 吃社会福利的 我有一定 我觉得有点道理 不是 我从来不赞同阴谋人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是有点道理 下面是我自己写的推 我的推是 我自我认识不断提高的四个过程 2002年到2007年认识到中共邪恶 08年到2012年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邪恶 2013年到2018年认识到中国人的邪恶 2019年到2012年认识到自己的邪恶和道德的权而白坏 所以是我要回赶 而不是别人去做什么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短视频 谢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你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